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部科幻末日短片 未来地球变成了一颗荒芜的星球 几乎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无生命的迹象 有毒的气体使得空气无法正常呼吸 而带毒的雨水更让地表变得满目穿淫 再加上全球变暖 人类最终只能被迫生活在地底下 而聪明的人类再次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发明 一个超级系统 让人类存获自由 影片开场一只四手蝴蝶慢慢拍打着翅膀向我们靠近 而这蝴蝶显然我们从未见过 此时画面突然卡顿系统提示 这个梦是非法的,将被终止 不允许任何外部认知进入到系统内部 原来刚才只是男主的一场梦 为了惩罚男主味觉和嗅觉暂时被切断了 男主黄黄地醒来 而他的脑瓜顶上还连着一根类似蟋带一样的东西 男主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码21323 而摄像头一直对着男主 就在此时,前面的屏幕亮了起来 里面出现了个汪汪而哑的男主 他说现在可以解放你的思想了 选择你最想要的体验 这里有数千种不同的感觉 各式各样的体验正在等着你 不管是权援权力,爱情,甚至夫妻关系等等 屏幕中的男主将这一切描绘得无比吸引人 当然想要这份体验需要再加300技巧 简单的说,在未来,人类被囚禁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五官被这个系统所困制 当然,他为人类免费提供完美的生活 趴在这张看起来似乎很舒适的床上 不过,他提供免费的完美生活 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自由的思考 只允许系统提供给你的东西 男主至少被惩罚就是因为他做的梦 当他站起来,身后的床就被烧得起来 此时系统提示,打开你的信用卡 存入11200积枫 这样才能恢复到猝死状态 男主想要寻找自己的保险柜 而屏幕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女人 一直在做广告 男主哪里有什么心事 听你说风流不风流的事情 他现在只想马上找到自己的箱子 然后付积枫回到自己暗王的床上 然后移动的箱子打开后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箱子类似男主的私人银行 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也没有找到 似乎里面抓紧被掏空了 而这个地下世界非常的大 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生活者 可就在此时,面前的键盘突然收的回去 系统提示男主还有200秒的时间付款 与其的话还将限制男主的另外一种感光 男主按了很多次的键盘 才终于跳出来他都要气死了 系统提示立即要收入18位的银行卡号就行了 这次男主又找了另外一个箱子 可另外一边却出现了更加吸引人的广告 男主忍不住跑得过去 却忘了他现在要先找到自己的信用卡 然后付清之前的积枫 这次男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柜子 好不容易村里面拿出了两个小盒子 其中一个盒子中都是信用卡 男主也不知道哪一个还能用 他准备直接读出卡号 可系统似乎根本无法识别 或者说他的卡片无效 就在这时倒计时开始了 男主最终被剥夺的听力 在他付款之前 他的五罐将会陆续消失 听不到的男主这次再也不用听广告了 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输入信用卡号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需要用键盘 倒计时60秒 男主吓坏了 急忙跑得过去 可是连续输了好几张信用卡都是无效的 眼看时间所剩无动 男主更慌了 因为这次的倒计时结束 他将被剥夺失礼 等手上的卡片都输入完 还是不行 男主想到了另外一个盒子里面 应该还有一张卡 可此时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看不到了 看不到 听不到 闻不到 男主就差一点点 背后面移动的箱子给卷走 更为糟糕的是 他还不小心绑倒了 卡片掉到了地上 好不容易才找到卡片 但够不着 头上那根管子 似乎死死的束缚住男主 而此时的时间所剩无多 再过80秒 触觉也将被中断 那时候男主的阴阳光将被排出 就在男主努力输卡号的时候 广告依旧在继续 但男主已经听不到了 甚至连键盘都收了回去 最终时间到了 男主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摔倒在地上 因为他的身上 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压榨的 或者说 他已经没有了什么利用价值 那么最后 他的结局就是这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些部 仿乌托班的后摩斯电影 虽然地表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但地下还是可以的 但人类躲在自己创造的牢笼中 不断地被奴役控制 看到广告还是忍不住会消费 超前消费 冲动消费 最终带来的结果 就是你连最基本的钱都付不起了 如果每张卡的预众都未领 那你还剩下什么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